那不行 因为妹妹一个人睡 她害怕 你不是都吓人的人吗 你知道 可以的 需要音乐吗 来 我之前我那家原来住六楼 就上楼我就不能 那么坦坦然上楼 我都是上去 就回头 对 我就老学后边的人 我来不了这个 这个来不了 我头皮方吗 我现在 就回到房间以后 突然听到楼下 就开始有声音 我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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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也就这样了 怎么也就这样了 你咱是造气氛 你这可还行 你这很烦人 这个小朋友很调皮 他说是 接着说来 然后就开始 各个房间的人就开始跑到我们这个房间来 说这下边怎么回 我滚 你不要给我加气氛了 哥 你是听了还是没听 我听不懂 你一直在她说的我在给 不是 我听你音乐 我自己 后来呢 我就往这么跳一看 你看了一个女孩 拉着那个 旗袍 把旗袍都提下来了 往下跑 滚 吓死我了 哈哈哈哈 到时候了 哈哈哈哈 然后呢 看到手就是 啊 就在这抖 问题我要上演出 该她的表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表情也挺狠 张依馨 依馨哥你再把刚刚表情摆上 你太可爱了 我不行了 我实在听得 冷了是不是 听得有点冷 肚子容易 我突然看到张子枫 你别笑 我跟你说 你别给我笑 天哪 太吓人了 子枫给他来个那个 不要 妹妹甜甜的跟你说 当时我在二楼看着呢 好 第三首就先摸 第三首就 坐了个蛋 你这周围的人说了些什么 是走的时候回头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别闹 不好意思 别闹 卡弹 我不跟你们说联系句 你接着说 接着说 但很好听 然后 那个 依馨哥你别了 求求了你过来坐一会儿 好吧 我今天都不敢自己坐到这 依馨你回头看一眼 你博哥哼哼的眼神 我们走了以后在车上 带着 他说你们在演的时候 背后一直就有声音 就在后边 好 好 好 来吧 来吧 好 其实有可能是 真的有可能是 矿上的那个 人 逃票 去看了 要不我给你讲个我的真实故事 不小的 妹妹 讨厌 妹妹 哎呦妹妹 吓了 无聊 好 要不你看你今天过节 就在劈劈你 我觉得你倒不是很害怕 我倒是反应很大 我跟小博刚才讲的 这故事全部的目的 就是为了最后抓下 真是 哎 这楼梯呢